疫情近三年,香港放寬入境防疫措施後 終於再有國際郵輪訪港 星期三底港的國際郵輪 是王嘉嘉比集團旗下銀海郵輪的銀令號 在上午7點左右 銀令號經理圓滿進入維多里亞港 消防船噴水歡迎 銀令號旗後停靠在尖沙咀海運碼頭 女法局停泊區,安排城市舞龍表演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 旅遊事務專員沈鳳君 和女法局主席彭耀佳等等到場認知 向底港的旅客派發包括主題樂園公仔等等的紀念品 並且到船上舉行歡迎儀式 過去三年經過疫情 現在我們也在復祥道路上逐步逐步走 今天有一隻國際的郵輪來到香港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也有非常重要的標誌性意義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在我們的郵輪業裡 繼續加大力去推廣 因為郵輪業也可以是我們整個旅遊業裡 一個重要的一環 也帶來一些比較高消費的旅客 我們也因為想做那個郵輪業 興建了我們啟得的郵輪馬騰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 我們會繼續和旅法局一起去做好 旅遊推廣的工作 我們也會緊貼我們和大灣區的合作 希望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去潮絕 將我們的郵輪的業 帶動到由香港出發 或者逃經香港 去到大灣區不同的城市 女法局主席彭耀佳形容 郵輪重返香港 是旅遊業復甦的重要里程碑 標誌著本港郵輪旅遊發展重新啟航 我們其實這個階段 我們是不斷和郵輪公司接觸 和和他們不斷溝通的 我們爭取了今年 是會有16隻船 有82的航設 是會來香港做這個Pod call 所以我們希望爭取更加多船 會來香港做一個基地 和會來訪港的